最近啊终于是可以到处走动了 我们小伙伴们呢也都在群里发问 要不要出去哪里玩一玩呢 这刚好邮价也降了 还不信号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蠢蠢欲动了呢 但现实却是 诶 杜兰 准备去玩啊 看在群里挺活跃的嘛 你看我咳的这样子 外面那天全是雾霾 怎么玩呢 诶 杜杜 准备去玩自家潇洒玩一下 就最近虽然可以出去了 但外面车也多了 出去那还不得先吸个尾气啊 你看我们这嗓子 出去一下就受不了 就先报废了 等一下 我记得有一辆车 新风系统这还可以 就是像雾霾天啊 或者车多的情况都能顶着住 真的假的呀 新风能玩出什么花来 这不就是无非通风换气 很多车都有的呀 就是 我不信 书非 如非 那搞一辆回来 试试漆 搞一辆还是试一下 试试就试试吧 走ז medicinal Salt 들 而且我们一靠近 各种灯光还会自动点亮 客气感满满 全新林肯C 还有这个迎冰灯 个不个高级 高级 这个隐藏是不能把手也可以 上车 老司机感受一下 走走走走 这车开起来感觉如何 别的不说 这个静谧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很安静 然后呢像方向盘 油门也比较轻 开着呢舒适感还是不错 而且一上车 对吧 这个座椅加热空调 都是自动开启的 哎不对不对 跑偏了跑偏了 这车新风呢 新风啊 对啊 前面靠边停一下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车的中控 你们看啊 屏幕上显示了车内外的PM2.5数字 而且啊还是实时监测的 还会智能检测 当外部PM2.5与车内有明显差异的时候呢 就会进行内外循环切换 并将这些信息实时记录下来 时刻保持车内的空气清新 是不是啊 真的 那这不得搞个实验试一下 实验也不是不行 把车搞坏了 啊我不管 我又搞猛的 搞个猛的 搞猛的 搞猛的 搞猛猛猛 随便你们随便你 搞搞搞 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堵车的情况 特别是这一种比较封闭的隧道类 四周呢 几乎都是车辆排出的尾气 所以啊 我们打算做一个透明的小房子 来模拟这个堵车的情况 我们是花了9025之力搭建了两个棚子 在棚子四周 贴上透明的塑料补膜 以此来制造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 那接下来 压力将给到林肯Z了 我们点燃了烟饼 分别在车尾和车头位置各放一个 不一会儿啊 这个透明的小房子里面就充满了笼烟 怎么样 是不是地狱级难度 比起日常堵车的尾气 可以说是严重多了 那林肯Z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智能兴风系统10秒后打开空调系统 车辆提示我们自动开启了兴风系统 但无赖啊 这个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 不一会儿 车内PM2.5就达到了500 不过啊 兴风开启后几分钟 车内的PM2.5数值就开始下降 从PM2.5记录中我们发现 进化2分钟后 车内数值就开始大幅度下降 5分钟左右呢 就来到了200多 而10分钟左右 数值就不超过100了 最终 在18分钟左右 空气完全清新如初 看来啊 这地狱级难度 也并没有难到林肯Z 那我们就撤掉棚子 直接点燃烟笔放入车里面试一下 毕竟啊 车内车的老司机不在少数 那这次 我们还加入了仪器辅助检测 甲圈和TVOC的数值 可以看到 车内PM2.5数值一下就飙到了500 并且车内提示 自动开启新风系统 而此时呢 甲圈也来到了0.095 TVOC则是0.658 那接下来就看林肯Z的操作了 咱们依旧观察一下PM2.5的变化记录 大约是2分钟左右 数值呢就掉到275 5分钟左右就已经低于100了 那10分钟不到啊 就已经是很清新的空气了 除了PM2.5下降之外 甲圈降到了0.047 TVOC也降到了0.219 那这个表现是不是非常不错呢 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 空气的进化能力还是相当有效的 结束地域测试后 我们回归日常体验 图一是可得抽烟的情况 虽然数值飙落了500 但在5分钟左右 空气也恢复清晰 图二则是堵车的隧道中 关闭窗户的情况下 车内PM2.5数值一直没有上升 无奈我们只能打开窗户 打开窗户5分钟后 PM2.5也只有一百多 进化空气的时间 和车内抽烟的时间比较接近 依旧是5分钟以内 表现很不错啊 那很多小伙伴们一定会好奇 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呢 其实啊 林肯Z使用了高效活性碳滤清器 采用了四重过滤结构 预过滤层 超细纤维层 活性碳层 以及支撑层 能够有效过滤掉 94%的0.3微米颗粒物 96%的PM1.0 与PM2.5 吸附镇丸 甲本 氮化合物等异味物质 防止有害物质进入车内 再加上很多人性化的功能 比如说 在车辆正常行驶的过程中 如果车内的PM2.5 高于一定数值 及不健康状态 且当时空调是关闭的 车间也会提示 是否打开空调 帮助净化空气 行驶状态下的语音提示 可以避免影响驾驶员 在行车状态下的行车安全 是个贴心的设计 怎么样 这林肯Z的幸福还不错吧 车确实顶了 我突然感觉BBA都不香了 你说这么多配置 你要加到那些BBA上面 不知道得加多少钱 而且还装不齐全 对啊 怎么样 我跟你说 林肯Z在同价位燃油车里面的尺寸 配置动力 都成能达的 要不要换一个车了 尊贵的梅塞德斯车主 换车 走走走 换换换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 那大家觉得 林肯Z表现如何 是否令你满意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